我们开始上课吧 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下午好 我叫王畅 这个学习由我给大家上这门数据挖掘这门课 上面有个email地址 这个地址是远程学校给我的 大家可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发到这个email地址 当然也可以发到这一个email地址 数据挖掘应该来说是一门比较新兴的科学 它是在90年代以后才开始兴起的 关于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 它是大发展之后是在2000年之后 才开始有了比较协助的发展 应该来说数据挖掘的发展 是数据挖掘技术自然也化的结果 因为自从60年代数据挖技术开始发展之后 我们每次这世界上每天所收集 并且处理的那个数据越来越多 这就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怎么处理这些数据 怎么从这些数据当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来 这就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 这门学科就是数据挖掘 那现在当期的数据挖掘的研究方向 一共有三个研究方向 一个从数据库的技术的角度出发 另外一个是从统计学角度出发 因为对数据挖掘来讲 我们是从一系列的数据当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 有用的模式 那这本身就是一个统计计算 一个概率计算的问题 所以第二种角度 从统计学角度出发 也是一个当前数据挖掘方面 一个非常热门的热点研究方向 还有另外一个角度 是从机器学习的角度出发 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两本参考书 两本抽考书 第一本参考书是我们最教材的 也就是这本数据挖掘的教材 它的题目是概念与技术 这本书还有 随着这本书还有英文版 如果大家喜欢看英文版的话 可以看看英文版 因为不管怎么说 数据挖掘技术 是相当心中文的资料都比较少 如果大家对这个技术比较感兴趣 想去查查资料的话 你会发现 你查到的资料 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如果谁有之于做研究的话 可以是使用英文版 应该对以以后的发展 是很有好处的 那现在我们所采用的 这本教科书呢 它主要的就是从 数据库技术的角度出发 来研究数据挖掘技术 下面还给大家推卸了一本参考书 是数据挖掘原理 它也是机械工业处法设处的 这本书主要从统计学的角度 出发来研究数据挖掘 如果大家要对数据挖掘 进一步的深入了解 大家第二本参考书也可以看看 当然还有第三本参考书 我这里不给大家推卸原因了 因为第三本参考书 是从机器学习的角度出发 而要理解机器学习 大家可能还要学一些 能工智能方面的知识 如果你们没有学过 那估计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 但是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到时候可以演一并的看一看 演一并的看一看 了解一下数据挖掘 这三个大的发展方向 这对了解整个学科 是非常有好处的 今天因为是第一堂课 我只给大家讲一下 数据挖掘的中数 主要讲内容是包括 以下内容 数据挖掘的发展动力 然后接下去讲数据挖掘概念 也就是说什么是数据挖掘 然后是我们可以在 什么样的数据上 进行数据挖掘 以及介绍数据挖掘的方法 数据挖掘当成的模式 当前主流数据挖掘系统的分类 最后再给大家讲解 当前数据挖掘当中的 主要研究的乐点问题 和研究方向 那说起数据挖掘的发展动力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需要是发明字母 其实这句话 对携带工程的发展来讲 是非常适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携带工程当中 很多携带工程学科发展 比如说包括借助学 机械学 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等等的发展 它最初的动力 都是来自于实际工业界应用的需要 一般情况下都是因为工业界 有了某项需要的 某项需要的客观 某项那个客观的需要 然后大家对这些需要的进行研究 然后综合成学科 这样才发展成唯一门科学 数据挖掘呢 也是也许呢 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 那么业界对数据挖掘的需要 来自于哪里了 其中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数据挖掘发展的主要动力 就是数据暴展的问题 自从60年代 数据库技术 开始成熟发展起来之后呢 计算机 计算机应用当中呢 出现了大量的自动收集工具 和成熟的数据库技术 这就使得我们存储处理 查询大量的数据成为了可能 从而使这世界上被人们 所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 数据量越来越大 所以呢 我们就到了今天呢 就产生了这个所谓数据爆炸的问题 我们所灭对的 这个数据的海洋 关于这种情况的 美国有位著名的科学家曾经这样评论 他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生活在二十世纪末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 因为我们是有如此分布的信息 但他接下去就说 我们是如此的不幸 因为我们被淹没在这些信息当中 大家回想一下 把今天跟你们小时候的时候比 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所灭对的数据量 已经远不是十年前二十年前那个世界 所灭对的数据量所能够比的 互联网的发展 数据库技术的发展 大众传媒业的发展 使得我们每天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信息 同时也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数据 面对着这种海量数据 你怎么从里面找出有用的模式 找出有用的知识 找出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呢 这就是数据挖掘 要研究的内容 当前数据挖掘呢 数据挖掘也就是从海量信息当中 挖掘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呢 它主要的应用方法呢 包括数据仓库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 数据仓库技术呢 往往是跟在线分析处理 也就是OLAP 它就是英文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的缩写 数据仓库技术呢 总是跟在线分析技术 在线分析处理技术 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它也是数据挖掘 当前一个很大的发展方向 数据挖掘呢 是在大量的数据中挖掘感兴趣的知识 对知识的定义呢 可能比较抽象 这样讲的大家 一下子很难以理解 那么怎样来理解 数据挖掘当中所指的这个知识的概念呢 这个知识呢 指的就是一系列你所感兴趣的规则 规律 模式 或者是约束 我们在后面还会进一步 具体的介绍这个概念 到时候大家就会对这个 数据挖掘当中的知识概念 有更深的了解 刚才前面跟大家讲过 数据挖掘技术 它其实是数据库技术 自然演化的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技术 从60年代开始的数据库技术 的一个演化历史 我们就能对这个 数据挖掘技术产生跟发展 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60年代跟60年代以前呢 主要应用的是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呢 想必大家现在如果用过计算机的话 对文件系统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我想你们最熟悉的 也就是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呢 就是把数据直接以文件的方式 存储在计算机的二级存储上 也就存在硬盘上 那文件系统也是存储数据 数据库系统也是存储数据 我在这边有个问题问一下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文件系统跟数据库系统 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那其实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比较专业化的问题 数据库系统呢 它的功能远比文件系统来得强大 数据库系统 它最主要的功能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数据存储 这个功能文件系统也同样有 就是把数据作为文件 存储在本地硬盘上面 但是数据库系统的第二个功能 跟第三个功能文件系统就没有 数据库系统的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查询处理 数据库系统总是支持某种查询语言 当时最主流的关系数据库呢 都支持C口查询语言 那这个功能呢 就不是文件系统所能够有的 第三个数据库系统有的功能呢 那就是事务处理 也包括并发访问的控制 就在数据库当中呢 一系列的操作具有原子性 要么同时完成 要么同时的回滚 总而言之呢 使数据呢 使数据库当中数据呢 保持一致的状态 那么这个事务处理能力 以及查询处理能力呢 就是数据库所特有 而文件系统所没有的 也是数据库系统 跟文件系统最大的区别 那么在60年代 跟60年代以前呢 大家用的只是文件系统 而且那个时候的文件系统呢 跟现在文件系统有很大差别 因为那个时候的文件系统是 不是存储在硬磁旁上面的 不是存在硬旁上面的 而是存在磁带上面的 存在磁带上面呢 有个特质呢 就是只能是顺序访问 就是你要访问文件系统当中的 某些数据呢 你必须自带一下子 一旁旁的转过去 这样你要随机的访问 在文件的中部或者尾部的一些内容呢 就特别的猛 这个情况呢 在70年代之后呢 就有所改善 那个时候呢 硬盘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所以随机数据的访问呢 就不再成为问题 在硬盘广泛应用的技术上呢 产生了数据系统的数据库技术 这些出现的 是层次数据库 跟网上数据库 到那个时候 层次数据库跟网上数据库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 各个层次数据库跟网上数据库 都是某个厂家的产品 就说我的数据 存储在我自己的数据库里面 用我自己的系统来查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别人系统 要想丢用我的数据 那就不行 因为这个数据都是我特有的格式 都是我特有的格式 别人读不了 别人的系统也读不了 这个问题呢 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由于关系数据库模型的出现呢 得到了解决 关系数据库呢 它是把数据作为二维关系表的形式 存储在数据库系统当中 关系数据库呢 它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数据的结构化 就数据的结构化 而且关系数据库定义呢 有利于各个厂商开发出 能够互相接融的系统来 能够互相接融系统来 而且国际标准化组织呢 也有利于基于这种技术呢 定义系列的访问标准 所以呢 到八十年代的往期 到八十年代往期呢 基于关系数据库的 各种数据库呢 就开始大量的发展 尤其是当C库语业被标准化之后 就是同样的C库语业 各个数据库都支持之后呢 数据库的发展 数据库技术的发展 更是一日切理 而且在关系数据库的技术上呢 也有各种更新的数据库系统出现 也就是扩展了关系数据库 面向对象的数据库 以及对象关系数据库等等系统 那这些数据库技术的大量发展了 就出现了我刚才开头 跟大家说讲那个问题 数据暴障 信息暴障的问题 随着你存的数据越来越多 一方面 我们有这么多数据可用 当然是这些好事 另外一方面 其实呢 这么多数据呢 无论这些数据存在哪里 这些数据都可以让我们让它 发挥更大的用途 比如说 一个零售店 一个连锁店 它的销售数据 不仅仅是他可以 他自己 可以记录下来 把这来记录他自己的业务 这些数据当中呢 还隐含着某些知识 哪些知识呢 比如说消费者的消费爱好 消费倾向 某些商品的销售趋势等等 很多知识呢 都隐藏在这些数据当中 所以呢 到了90年代之后呢 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长了 一门新兴的学科 数据挖掘 也就开始产生了 这个时候呢 数据库 数据库技术发展到这个阶段呢 它不仅仅是 它不仅仅是产生了 这么新兴的数据挖掘技术 而且数据库 数据仓库技术 以及一系列 接近的数据库技术呢 都同时进入 都同时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都同时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到了21世纪 到了21世纪 也就是2000年之后呢 数据库技术呢 进一步得到的发展 典型的表现为呢 是流数据的管理 流数据的那个 管理挖掘技术的出现 以及基于各种应用的 基于各种应用的 数据挖掘技术的出现 还有一个呢 就是XML数据库 以及整合的信息系统的出现 这和 关于这些 我们以后也会讲到 那么 通过前面对这个数据库技术的论述 我想大家对什么是数据挖掘 应该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那什么是数据挖掘呢 说简单的说呢 数据挖掘就是从数据当中发现知识 但给它下一个精确定义的话呢 它就是从大量的数据中 挖掘出那些令人感兴趣的 有用的 隐含的 写起位置的和可能有用的模式和知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数据挖掘并不是一个精确的用词 因为挖掘这个词呢 是从英文的mining翻译过来的 mining在英文当中呢 是采矿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那个 在英文当中呢 你要采金矿呢 总是 总是说 中文也是说淘金 而不是说淘沙 是不是 所以你在数据当中呢 挖掘的是知识 应该我们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更加正确的用词 是知识挖掘 而不是数据挖掘 所以数据挖掘呢 有一系列的代名词 有一系列的代名词 包括数据库中的知识挖掘 知识提炼 数据模式分析 数据考古 数据捕捞 信息收获等等 可以说 下面这么多替换词 下面这么多替换词 任何一个 都比数据挖掘 能够更精确的形容 数据挖掘 这么科学的内容 但是业界的发展 往往是出了意外的 数据挖掘 由于这个词汇呢 既能表现数据 大量数据 又能表现挖掘 这个内容呢 所以很快的在业界得到了流行 很快在业界得到了流行 所以真正现在流行的 真正现在流行的名字 既不是知识挖掘 不是知识提炼 而是数据挖掘 所以我们在这门课当中 所讲到的这个数据挖掘的时候呢 这数据挖掘 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 我们不是在数据挖掘 挖掘的不是数据 而是知识和有用的模式 但是不是数据库当中 从数据库当中这些 或者是数据的这些处理 都是数据挖掘呢 其实不是的 像数据库当中那些查询处理 或者是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 以及小型的信息管理系统当中 那些计算的 这些都是专业领域的应用 他们就不属于是数据挖掘的范围 他们就不属于是知识数据挖掘的范围 那么当前数据挖掘的应用 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数据挖掘的应用呢 主要数据挖掘呢 在这阶段呢 主要应用于数据分析跟决策支持 这个呢 在市场分析和管理当中呢 就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比如说目标市场 目标市场管理 客户关系管理 市场债务量分析 以及销售量分析 市场分割的分析 这些都可以用数据挖掘的支持 来得到 第二个呢 就是分析分析和管理 包括分析预测 客户保持 保险页的改良 质量控制竞争分析等等 还有一个非常新兴的 那个应用方向呢 就是欺骗解册 和异常模式的接册 其他应用呢 像文本挖掘 流数据挖掘 还有DNA 跟生物数据挖掘 这些应用呢 大部分还出于 研究的阶段 并没进入非常实用的范围 那么我们先看看 数据挖掘在市场分析 和管理当中应用 那么我们要挖掘数据的话 首先 根据数据挖掘定义 从大量数据当中挖掘 有用的模式和知识 那么首先 我们就要有一个 前提要求大量的数据 那你用数据挖掘 技术进行市场分析 和管理 那么这个 关于市场分析 和管理的数据 你从什么地方来呢 其实来源很多 比如说信用卡的消费 互用卡的资料 商家的优惠券 消费者投诉电话 以及一些公共生活方式的研究 等等行为 都可以产生大量的数据 等等行为 都可以产生大量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用来 进行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 有了这些数据 你怎么进行数据挖掘呢 那么首先呢 是可以构建一系列的 客户群模型 构建一系列客户群模型 比如说你要挖掘客户资料 那么你就可以 构建一系列的客户群模型 这些客户呢 具有相同的特征 比如说 相同的兴趣爱好 相同的思路水平 相同的消费习惯 那你利用这个模型 把客户进行分类之后呢 你就可以确定客户的购买模式 也就是说 哪类客户比较喜欢买什么样的东西 哪种产品 在哪类客户之间比较受欢迎 而有这样的知识呢 就是市场分析和管理最需要知道的内容 什么的产品 是受客户喜欢的 哪些客户喜欢哪样的产品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针对客户非常有目的的 非常有 跟随不同的客户市场 非常有目的的推出你的产品 非常有目的的进行的营销策略 另外一方面的同样的数据 你还可以进行交叉市场分析 也就是货物销售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关性 以及基于这种联系上的预测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客户如果买了产品A 那他往往可能买产品B 这个在售书的时候就特别的明显 这世界 现在呢 也就很多那个网上售书的书店 英文的有Amazon 中文的有那个Channel Pub 不知大家有没有去访问过 如果大家曾经在网上购过书的时候呢 在Channel Pub上面买过书的话 那么你们一定会知道 你买了某本书 比如说你买了这本书 你买了数据挖掘这本书 他肯定会向你推荐 这本书 他说这本书还有英文榜 因为他觉得呢 买了这本书的人呢 对这本英文榜感兴趣的概率也很大 这个结论它怎么来的 它是通过大量的历史统计的资料 也就是说进行数据挖掘 得出这个结论 所以在现在在这些个书的网站上面呢 你买了一本书之后呢 他会往往会向你推荐一系列的书记 而且他所推荐书记呢 大部分情况之下 也正是你感兴趣的那些书记 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在自己的 在自己的那个 书记销售当中 应用了数据挖掘制式 把销售数据进行分析 进行综合 进行分类等等处理方式 然后得出这个销售之间 产品之间的一些相关性 产品之间相关性 从而能够有效的进行推销 那数据挖掘在市场分析管理当中 应用的还包括顾客分析 比如说呢分析出来哪类顾客 喜欢购买哪种产品 这就是以后我们要讲到的 锯类分析 或者是分类预测 还有呢就是客户需求分析 确定适合不同客户 不同顾客的最佳商品 因为一旦将客户进行分类 将他们的购买的产品进行分类 那么你就可能得出 哪种产品被哪类顾客 购买的最多 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对于这一类客户 这就是最佳的商品 同时呢我们也有能力预测 什么因素 可以吸引新顾客 我们只要查看一下 新顾客都购买些哪些产品就行 另外呢 数据挖掘在这个市场分析管理当中 应用呢还可以用来提供多维度的综合报告 以及统计该要的信息 数据挖掘在公司的分析和分析管理当中呢 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它在公司的 它在公司分析当中的应用呢 主要是在财务计划当中应用 主要是在财务计划跟资源计划方面的应用 比如说可以用数据挖掘来分析现金流转 并且对现金将来的流转付出预测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公司的各种花销 其实现代的公司花销呢 都有数据库来进行管理 那我们通过统计学的 利用统计学的知识 统计学和会计学的知识 把这些数据进行汇总 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出 现金流向了哪里 有多少现金怎么流 并且根据这个模型呢 我们完全可以依照历史的数据 来推测出将来资金的走向 这就是数据挖掘 在财务计划当中的主要应用 另外一个在公司管理应用中应用的是资源计划 就总结和比较资源和花费 对于一个现代公司来讲 它的每一笔花销都可以由数据库来管理 如果这个公司的信息化管理 做得足够的话 那面对这些信息化管理所收集的这些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对它利用数据挖掘的知识 来看看它的企业都化到哪里 它的资源都用到哪里 然后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呢 再在这个技术上进行分析 它的花费 它的资源花销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合理 数据挖掘只是在市场竞争当中的应用呢 主要是对竞争者和市场趋势的接控 通过统计大量的数据 竞争者 我们可以 其实虽然竞争者的很多资料是保密的 但是它的市场行为却是公开的 它市场行为却是公开的 我们通过统计竞争者的市场行为 以及通过统计竞争者在市场当中的市场行为当中的大量数据 我们完全有能力得出一个公司的竞争者 它主要的市场行为有哪些 以及市场本身的发展趋势怎么样 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断 那在市场竞争当中 你如果对对手如此了解的话 那你 营销的你的营销策略就会有相当大的优势 数据挖掘一个新鲜的应用 是欺诈行为的检测和异常模式的发泄 那要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呢 必须首先对其他行为进行区内 区内分析和建模分析 然后呢 应用数据挖掘当中的叫做 一种叫做孤立点分析的技术 关于孤立点分析呢 我们以后将会详细的讲到 那么这边简单跟大家提一下的就是 这个孤立点分析 怎么应用于这个其他行为的检测 比如说 你使用信用卡购物 那我们知道信用卡购物的往往是 其实呢 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经过统计发现 我们可以知道 一帮什么层次 什么年龄段的人 他都会购买什么样的产品 会花多少钱去购买一种产品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对于20岁以下的消费者 他一次购买 一次使用信用卡花费 一次 在一些快捷之下是比较正常的 这时呢 你突然知道一个数据 说有个20岁的年轻人 花5万块钱 购买了某种某种物品 那根据数据挖掘所得出来的 对以往模式的检测 对以往数据的估计 我们就认为 有理由认为 这种交易当中 有可能存在着欺与行为 因为通过对历史数据的统计 因为通过对历史数据统计 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大部分20岁以下的青年 他的花销都在 一切两样之下 只用信用卡购买 那你一下子 说买一个几万块钱 几十万块钱产品 那完全有可能 这是一种利用信用卡的欺诈行为 那欺诈行为的分析 还远不止在零售业 你可以在其他行业 比如说是汽车保险 我们可以对 每一次汽车事故的模式进行分析 每次汽车事故的模式进行分析 对历史的数据进行统计 那么你这次撞车报告 如果发现你这次撞车报告 跟以往的历史数据当中 有很多不同 那么我们就 保险业就有理由怀疑 你这次撞车事件 可能是一次欺诈行为 而在其他行业的应用 还可以比如说发泄喜切的行为 喜切就是不正常的 现金转账行为 不正常的资金转账行为 这个只要对资金转账 能接控住 各个账户的资金转 资金的流转模式 那么发现喜切行为 也是比较简单的事情 其他应用包括像 在医疗保险当中应用 在电信当中应用 以及在零售产业当中应用 都是非常广泛的 到了2001年之后 美国政府更加是把数据挖掘 广泛的应用到了反恐怖主义 它的反恐怖主义的策略当中 数据挖掘其他应用 其实还很多 这边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在体育竞赛当中应用 在体育竞赛当中的应用 美国NBA29支球队当中 有25支球队 使用了IBM的数据挖掘工具 这个数据挖掘工具 来分析什么 来分析你每个对手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每场比赛 盖冒几次平均 助攻几次 犯规几次 那你有了这些数据之后 哪怕这支球队 你是新碰到的 哪怕这支球队 你是新碰到的 以前以往都没有交过手 因为IBM每年都在 逐接新的球队 哪怕这支球队 你以往都没有交过手 你也不必慌张 因为有了他以前比赛 一系列的比赛的统计 对每一个球队的统计之后 他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数据 制定出一套可行的 攻防战略来 攻防策略来 在贴文学方面的应用 有个例子就是GPL事业室 跟Parlament贴文台 这是美国非常著名的 贴文学机构 包括GPL事业室 跟Parlament贴文台 他就曾经利用数据挖掘的工具 来发泄了22颗新的恒星 这是怎么发泄的 这是用数据挖掘的知识 发泄它所拍摄的那些照片资料当中 他们发泄有些恒星 有些特殊的贴体 它总是会相互 相互在一起出现 相互在一起出现 因为贴体之间 互相运动有很多规律 贴体运动规律的使得 有些贴体运动不是独立的 有些运动的模式很特别的话 我们往往就是因为附近存在着某些其他贴体的原因 那么利用这一点 这个专业领域的知识 通过分析现有的 关于新贴体的资料 那么GPL事业室跟Parlament贴文台 就曾经利用这个知识 找出了22颗新的恒星 这些恒星都是 原来都是没有被观察到过 就是通过了数据挖掘的分析才发现的 另外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应用 就是在网上冲浪当中 所进行的web数据挖掘 所谓web数据挖掘 主要指的是web服务器端的日资挖掘 这是当期网上冲浪当中web数据挖掘最主要的应用 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 你访问网站 你的每一下点击 你的每一下点击 在那个网站的服务器当中呢 都会被记载下来 每一个web服务器 它都有一个日资记录 这个日资记录呢 就用来记录 这个上网者对他的每一次访问 包括他是来自于什么IP地址 他在什么时间 对哪个网页进行了访问 那有了这个有了这个数据之后呢 就可以接下去分析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可以分析用户的访问模式 就是说呢 这个用户某个用户 他往往是访问了什么页面之后 再访问什么页面 那对中网页事迹来讲 这就非常 这个知识就非常有用了 我可以发现同一个网页当中呢 我可以发现这个网页跟下一个联系网页之间的联系 那我就知道用户访问了哪个网页之后 会来访问哪个网页 并且呢 这个东西呢 还可以用来发现什么呢 发现用户的 个人的访问爱好 某些用户 他的访问模式是怎样的 每个 他对什么某个用户 他对什么样的网页比较感兴趣 如果你是开一个 电子商务的网站 如果你是开一个电子商务的网站 那么一个用户登陆进来之后 一个用户登陆来访问你的网站之后呢 他的IP地址是不变的 他的IP地址基本上是不变的 而在web 路纸当中呢 我们可以挖掘到 来自于这个IP地址的用户 他都访问了哪些网页 那对你来讲呢 就可以分析出来 这个用户对哪些商品比较感兴趣 他来我这个电子商务网站 他上一次都浏览了哪些产品 他都想买哪些产品 那下次他再来访问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这些数据 给他推荐一个 他所感兴趣的商品 这就是利用数据挖掘 做的网上营销 而且这种网上营销 是非常针对性的 我不是乱扔广告扔过去 我扔过去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我的用户感兴趣的 我们中间只休息一次吧 行不行 那继续接着往下讲 那数据挖掘呢 它具体 在理论上的应用呢 也是非常的多 其中一个 就是在知识挖掘当中应用 知识挖掘 在数据库当中知识挖掘 也就是KDD 在KDD呢 就是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的缩写 指的就是数据库当中知识挖掘 因为 从现在 从现在统计来讲 我们大部分的数据 大部分可用的数据 还是存在数据库当中的 还是存在数据库当中的 所以呢 在数据库当中进行知识挖掘呢 就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贴地 而且有着非常美好的应用贴景 那么怎样从大量的数据库 数据当中挖掘出 你想要的知识来呢 发现你所感兴趣的东西呢 那它整个过程 这个数据库当中 知识挖掘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从最初的数据库 从最初一系列数据库 对数据库当中的数据呢 清理和集成呢 集成一个叫做数据仓库 集成是一个叫做数据仓库 那数据仓库当中呢 在对数据仓库当中的 任务数据进行 跟任务相关的分析 然后在这些数据上面呢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 大家这里有一点呢 可能大家觉得比较混淆 大家要记住 这边这个数据挖掘技术呢 只是狭义的 狭义的数据挖掘技术 我们上面讲的 你刚才跟大家讲的 这个数据挖掘定义 也就是从从那个 大量数据当中 发现感兴趣的模式或知识呢 这是广义的数据挖掘定义 而这边狭义的数据挖掘呢 只是从一系列数据当中呢 挖掘出 相应的模式和知识出来 那这些模式跟知识呢 并不是你所挖掘出来的 所有的模式和知识 对你来讲都是感兴趣的 所以呢 这些应用数据挖掘技术 挖掘出来模式跟知识呢 你还要进一步的进行 模式评估 所谓模式评估 就是对挖掘出来这些模式 看一看 哪些是你感兴趣的 感兴趣的你就留下来 不感兴趣的 那就扔掉 然后这些有用的模式 我们才称之为知识 这也就是知识挖掘的 最终的结果 那知识挖掘的主要不重呢 第一步就是了解应用领域 你要先了解相关的知识 跟应用的目标 相关的知识 跟应用的目标 因为你只有了解了应用领域 跟相关的相关领域的知识之后呢 你才能决定哪些知识 你是感兴趣的 比如说你是做市场营销 那么你感兴趣的东西呢 就是客户的购买模式 它的购买方式 它花切的模式 这些是你感兴趣的 你如果要挖掘的是贴文学的数据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 那么你所感兴趣的东西呢 也就是说相关的知识呢 就是贴体互相出贴体运动的规律 某些贴体在同一个地方 同时出现的概率 以及同时出现的模式 这些才是你感兴趣的 我们必须有了这个相关领域的知识之后呢 然后对这些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才能够得出 你才能够了解哪些模式是你感兴趣 哪些知识是你感兴趣的 那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之后呢 你接下去呢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下一个步骤 也就是创建目标数据集 也就是选择数据 比如说你要进行那个 客户购买模式的挖掘 那么你选择数据 你就要选择哪些数据呢 你就要选择 记录了客户花销的数据的数据库进行挖掘 那这样的数据库呢 往往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呢 从各个跌子商务的网站 从各种连锁店销售的 各种连锁店的数据库当中也记录了 这些数据 还有从事零四月的公司 它的数据库当中 也记录了这些数据 但是这些数据呢 如果你在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都处在各种分立的数据库当中 都处在各种自己相互独立的数据库当中 难道你要每一个数据库 自己去一步步的走下来 那这种数据挖掘 显然在实际当中是行不通的 而且同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的数据库 它还会记录 除了记录你所感兴趣的 那一小部分内容 在我们刚才例子当中 就是客户的购买数据 它还记录了大量的其他数据 比如说这个公司的职工的资料 这个公司的产品目录 这些数据 你要来用来研究 客户的购买模式 对你来讲毫无用途 毫无用途 所以呢 这些数据呢 你不能还不能拿来直接的用 你还要必须对这些数据呢 进行清理跟预处理 所谓清理 就是把你不要的 数据呢 给去掉 把你要的数据 给 给那个收集过来 预处理 那么 这个预处理呢 就是把这些 从各个不同的数据库当中 收集到的数据呢 把它整合到一起 把它整合到一起 整合成什么呢 就整合成一个数据仓库 整合成一个数据仓库 这个步骤呢 是数据挖掘当中 最耗时 而且是最费力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 可能要占整个 知识挖掘的 知识挖掘的60%的工作量 那么 有了数据仓库 有了数据仓库之后 也就是说 你把你要挖掘的那些数据 都整合到一起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 对它进行挖掘 那在直接应用数据挖掘的算法之前呢 你首先还要对这些数据呢 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进行数据缩减和变化 使它呢 更加的符合你数据挖掘的要求 这当中的主要内容呢 包括找到有用的特征 找到有用的模式 然后数据的为数进行 缩减 把数据的变量呢 也进行缩减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是只是对那个 某些产品销售的 年度销售者感兴趣 而我们拿到数据库的资料呢 是它这个产品 每一天的销售量 每天的销售量 那你拿到的是365分数据 那既然你只对它的 年度销售额感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365分数据加一加 最后加成一个你感兴趣的数据 这样你的数据的目标呢 就写数都缩小了 由原来365分数据缩小为 现在一分数据了 那把数据经过处理 预处理完成之后呢 你就要在这些数据上 应用某种数据挖掘的方法 在这些数据上 应用某种数据挖掘的方法 某种数据挖掘的算法 来进行你的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的算法呢 主要包括数据总结 分类模型 数据挖掘 回归中期 光源数据挖掘 具类分析等等 这些具体的方法呢 我们规划也会讲到 而且呢 在以后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还会对这些 数据挖掘的方法 进行详细的介绍 因为这就是数据挖掘 最重要的内容 然后选定某个方法之后呢 就可以应用某个数据挖掘算法 算法应用了之后呢 那么机器既然已经一个算法用下去 有这么多数据输入 总是有一些数据输出的 输出的这些数据呢 就是我们认为 机器产生的 我们感兴趣的模式 就机器产生的模式 机器呢 认为这是你所感兴趣的模式 但是这仅仅是机器 这仅仅是机器的想法 你不一定对它所提供的这些数据 所有数据都感兴趣 也就是说机器产生的这些模式 并不一定都是你感兴趣内容 所以这些模式呢 你还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进一步的评估 叫做模式评估 由于机器产生的数据呢 都是一系列的数字 这一系列的数字 可能对那个数据挖掘工程师来讲的 他自己还看得懂 但是如果他要拿给给他的经理看 给市场部的经理看 给公司的决策者看 你拿着一大堆数字上去 我想他们是对这些数字是毫无感觉的 所以对这些你挖掘出来的数据呢 你还要用一种更恰当的方式来表示 比如说你挖掘出了某种商品 一年的销售额 你除了用数字表示之外 你还可以用柱状图 柄状图等等方式来进行表示 这个就是对挖掘出来知识的 呈现的方式的一种表示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主要设计的就是一些可视化的 数据的可视化呈现的研究内容 那么最后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对你挖掘出来 对你挖掘出来的 这种你所感兴趣的模式和知识的应用 这就是知识挖掘的一个过程 那数据挖掘除了可以应用于刚才知识挖掘的过程之外呢 其实在商业智能当中呢 数据挖掘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商业智能最重要的目标 是进行决策支持 是进行决策支持 一个公司的领导者 一个公司的领导者呢 如果他要进行科学的决策支持的话 那么他这些决策支持呢 是必须基于一些客观的数据 基于一些客观的统计 可惜的是当前大部分的公司 他们这些客观的数据呢 都只是放在数据库当中而已 他没有进一步的进行挖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大部分决策者 他的决策都是有些盲目的 那么数据挖掘在商业智能当中的一个应用 应用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他数据挖掘在商业过程的商业智能当中应用呢 是首先找到相应的数据员 更加了那个知识挖掘也差不多 先找到数据员 然后呢对数据员进行那个进一步的预处理 预处理之后呢 我们得到数据仓库 进行信息预处理 跟信息集合 进行那个信息综合之后呢 得到数据仓库 把各种分析在不同位置的数据员呢 给整合起来 然后整合成数据仓库 那有了数据仓库呢 我们就对数据数据仓库当中的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查询 然后应用数据挖掘之时 来发现你自己所感兴趣的模式和信息 发现这些模式跟信息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些模式跟信息呢 用刚才所说的 就是通过数据表示的技术 以一种更恰当的方式呈现给决策者 比如说 你可以把一个 用一个丙状图 用一个丙状图 把某一种产品 在各个不同的地区 销售所上的比例 给打印出来 然后让你的经理来看 那经理看了之后呢 他就知道哪个地区 哪个地区 他应该销售了更多产品 哪个地区的销售还得跟上去 他应该花更多的努力 然后他就可以利用这个数据 进行他的决策 这个呢 就是数据挖掘 在商业决策当中的应用 先休息一下吧 上一张是不是 这个其实数上是有的 这个图是 对 这个图是数上有的 这个倒是数上拿出来的 这本书 这个图好像 那个中文书上也没有 谢谢 我还没停下来 跟着我的